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段新闻很重要 你看看这个林明宗的人 我们见过不少 在病重的时候 他会给旁边人说 他看到什么人来了 所看到这些人 都是他已经过世的家庆眷属 他看到 那么是不是真的家庆眷属呢 不是 而是他的冤家债主 变现出他家庆眷属朋友的模样 来借赢他 借赢过去了 就来报复他 来报仇啊 这个我们要晓得 因为看到家庆眷属 很容易就跟他走了 特别是我们念佛祝念的时候 祝念的时候 最要紧的 这把关呢 就把这个关口 他一天一天一说 说是见到什么人了 立刻提醒他 不要理他 一定要等阿弥陀佛 现前 你跟阿弥陀佛走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 不管什么人 现前都一开不理睬 他真正不理呢 那个现象没有多久 就没有了 就走了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临终的开示 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时时刻刻提醒他 这个事真正是 日夜24小时 不可以间断 唯恐我们一间断一苏胡 被这些冤家债主 变先家庆眷属带走了 这个事 临终祝念 不能不知道 所以祝念有大利益了 祝念的人 以真诚清净心 慈悲心 念这句佛好 这个念 祝念的人越多越好 这个慈常殊胜 可以让这些 这个卧道鬼神 不敢接近 那么 祝念的人少了 祝念的人没有诚意 这个卧道鬼神 就得起便利了 他就沉须而入 这一点 我们要特别注意 所以有人来问 万一找不到人做念 我们用念佛机 可不可以 只能说 比妹友好一点而已 最好是能有人去念 那个不一样 反而是 黎明宗是 遇到这些状况 绝定都是落三国道 如果他申请 再造种种 卧业 那就更糟糕了 第一张菩萨也救不了 死身是大死 死了之后 往哪一道去 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人在生病的时候 恶鬼 妖魔来扰乱 这个经善讲的时候 一生 一向行善的人 都很难避免 猴狂造卧